根据卫福部统计 今年1到5月 一共新增了367例罕见疾病的通报个案 等于说每一天就有超过两位的罕病通报 其实核八字不如核疾病 套一句兵法上常讲的就是 物是其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换句话来谈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好 这些该有的方法来对应这些罕见疾病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凯森 根据卫福部统计 今年1到5月 一共新增了367例罕见疾病的通报个案 等于说每一天就有超过两位的罕病通报 对于这样罕见疾病的宝宝们 父母需要投入更多心力 社会要花更多的社会资源 所以到底要怎么来预防罕见疾病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了 幼幼妇幼中心的李俊宁医师 要来跟大家分享 李师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李师想跟你请教一下 对于父母来讲 到底要怎么提早预防吗 我想现在的医疗上是相当发达的 套一句兵法上常讲的就是 物事其不难 事无有以待之 换句话来谈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好 这些该有的方法来对应这些罕见疾病 其实核八字不如核基因 那目前来讲 其实像四世代基因地序的一些筛检 这些基因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被我们给发现 那目前在市场上像 因子因态因筛检 事实上可以帮助 安心的爸妈妈妈们 或是说未来即将怀孕的男女朋友们 李医师刚刚请教一下 临床上有没有遇过实际的案例 在这些筛检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提前遇到的情况之下 能够去做未来的一些处理 过去的经验当中曾经有碰到一对夫妻 那他第一胎生产之后呢 宝宝也是在于世的生病当中发现了 诶 奇怪了 怎么宝宝的听力受损 后来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要害听损的问题 在第二胎产检的时候 就有建议他去做这一类的检查 所幸而被我们给发现了 第二胎也是有要害听损 有一些大人们听力上的受损 其实有一部分跟这些基因的带阴 可能也都有相关 只是说 大人们碰到这些问题 就不会回过头来做这些基因的筛检而已 不然其实这类的带阴说真的不是这么听有 向伦博士新手爸妈 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照顾上他们不会照顾怎么办 让妈妈开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除了产典之外 在我们的医疗联盟体系当中 包括从产前到生产 还有产后的月子中心 包括我们的托婴的服务 其实就是一站是一条级的服务 很多的资讯我们都会陆陆续续提供给 请你找爸爸妈妈们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邀请到李俊医师要来跟我们分享 大英塞点的重要性 也让我们看到 幼幼服务中心那么先进的设备 如果大家有任何产检 或怀疑上疑难杂症 欢迎都来找李俊尼医师 那我们俊好艺课程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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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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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